什麼時候打第四季 該不該打第四季 台灣目前是說成人 在第三季打完了五個月後 65歲以上 或是免疫非常低下的人群 或是住在安養機構的人 可是我想強調一點 其實我們大家也很擔心 你去推第四季 其實反而是 想要觀點 來品觀點 歡迎收看 老漢 老幣 有觀點 忘記筆了 有觀點 忘記筆了怎麼辦 不會沒關係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老漢黃偉漢 大家好 我是老幣林士幣 好 謝謝林士幣醫師來到我們節目 因為這兩天 大家看到我們台灣這樣確診 今天多少例我不知道 昨天兩千多例了 可是呢 因為突然疫情爆發 或是說 大家以為說 以後會更嚴重到一萬多一天 或者是我們台灣會有好幾百萬 所以大家會很擔心 所以今天就請林醫師來跟大家解答 很多網友提的提問好不好 我一共歸納了 六個最多網友問的問題 那我一題一題來問林醫師 好的 第一題是說 因為現在 我們也看到中和一個小弟弟 好的事情 兩歲 對 那大家很多家長都很擔心 那我們家小朋友怎麼辦 國東生高東生前一波BNT已經打了 對 可是國小以下就是這個 所謂6到11歲沒有打疫苗 怎麼辦呢 那我看到那個SIP的專家會議 就昨天喔 禮拜三對不對 做出了決議要讓小朋友打莫德納疫苗 而且是減劑量 這個事情 林醫師你怎麼看 就國際上現在打的 廣泛施打的兒童疫苗 是BNT啦 輝瑞BNT 5到11歲 局平的那種兒童BNT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 目前還沒買到 那可是有一些先進國家 也陸續批准了莫德納 我們現在批准這個劑量開始打 可是還沒有非常廣泛施打的經驗 那大家主要主要那麼擔心 昨天為什麼要相隔到12週才打 是因為就怕他 大家知道莫德納主要不良反應 是出在第二季 林醫師我會一直問 本來我看是四週 對 是因為林醫師不建議變12週 就是跟我無關 因為這已經是國際上非常公認 有做出蠻多數據 主要是加拿大 加拿大其實跟我們一樣 會把第二季故意延長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的BNT 我們最早的AZ都有延長 那把那個時間延長 對小朋友來講負擔就會比較小 最大的好處就是 青少年 加拿大很明顯做出來 延長到12週 相比於8週4週 心肌炎都降低 那小朋友的部分 小朋友心肌炎多嗎 小朋友的話 莫德納目前沒有證據 因為沒有大量施打的證據 他只有大概4000人的 臨床試驗室 4000人是看不到心肌炎的 那BNT有非常大量的證據 可是因為BNT劑量已經拉到 非常低了 才時為刻而已 所以因此莫德納到底第二季 對年輕男生會不會有心肌炎 這個是未知的 那所以我建議家長比較實務的經驗 假如你很擔心 你希望讓小朋友打疫苗 你覺得疫情變嚴重了 你想打 好 可是你又擔心 莫德納的不良反應太大 有心肌炎的風險 可是你又不太想等BNT 因為也不知道BNT什麼時候會來 對 現在就在問這個問題 很多家長現在看到 所以林醫師我到底是要等 還是要打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 先打第一季 怎麼說 因為第一季的 莫德納先打下去 先打第一季 因為第一季的心肌炎 或是發燒等等不良反應 都遠比第二季小 下一季就已經是三個月後的事 三個月也許兒童 莫德納是大量施打的安全性資料 就會出來 第二個是搞不好三個月內 這個BNT的局評就來了 有可能嗎 那也許你有機會第二季混打BNT 這跟大人一樣 可是我不敢保證 可是有這種可能 林醫師今天給了非常明確的答案 那怎麼樣的小朋友你建議打 怎麼樣的小朋友你建議不打 有一些小朋友也有自己的風險因子 對像比方說有一些慢性病的小朋友 癌症的小朋友 那那個 那種要打是不是 要要要那種還是要打 所以國家是一定要準備兒童疫苗的 因為兒童也有很脆弱的族群 那可是一般幾乎完全健康的小朋友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的資料 其實沒有這麼明確 就是一定是利大於弊 我覺得家長還是要自己做選擇 好 林醫師的建議非常的清楚 那這個說明也很這個直接 那我們跟大家 我們不問這個議題就好了 因為這個專家會議把時間拉長了 可是那劑量怎麼沒有變少 因為50為克 對 其實我了解專家會議 其實也有討論這一點 要不要再減少一點 也有減少的那個討論對不對 可是沒有過 可是這也很合理 因為通常 這種疫苗專家委員會很少去減劑量 因為他臨床試驗就是做這樣的劑量 那可是拉長間隔 其實是這兩年來 大家常常做的事 拉長間隔的證據比較多 可是林醫師我這樣問 我第三劑打的就莫德納 我打的就50為克 如果現在給一個6歲的小朋友打跟我一樣的劑量 會不會太重 疫苗這件事情 疫苗跟一般的藥物不太一樣 一般的藥物通常會算體積 疫苗界 大人跟小孩打的疫苗的劑量差不多 其實是很常見的事 第二題要問的就是說 我看到陳部長就講 可能會到300萬人確診 天啊300萬很多人都害怕 結果克文哲補一刀說 如果跟他談比的話 大概要700萬 林醫師你覺得我們台灣 當然這不用預估了 我們也不是台灣阿南等 就是說 真的台灣會到300萬700萬確診那麼多人嗎 首先這個300萬700萬我覺得可能是 實際感染人數 首先你要知道實際感染人數跟呈現的人數 其實不一定一樣 你說我其實確診了 但是因為沒症狀 所以我自己不知道這種人 一個是這個 或是PCR做的不夠 撈的不夠 是 那其實日本我覺得就有很明顯這種問題 因為日本檯面上大概全人口的4%確診而已 跟韓國已經30幾了 對對對 日本應該就是相對他PCR沒有做這麼多 你覺得日本應該有更多確診 但是沒有塞出來 沒有驗出來就對了 沒錯 所以檯面上是一回事 實際上多少人感染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覺得先不用拘泥於檯面確診的數字 大概大家就是要有心理準備 從現在開始 你自己還有你身邊的人 任何人確診其實都不奇怪 好謝謝林醫師 第三題要問的是有很多 我剛剛講的是小學生 現在在講國中生跟高中生 我們家也兩個 之前是打兩劑 現在好像說第三劑也準備 要開放施打 那你會建議國高中生要不要打第三劑 他的判斷標準是什麼 目前的標準是 這打完第二劑國高中生 5個月之後可以打第三劑 我個人看資料來說 我覺得其實抓6個月以上其實都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在說的是青少年 免疫非常好的人 因為我們現在的疫苗其實是主要要防重症 防感染其實已經不太能期待了 以防重症來說 他們大概可以6個月再打 應該沒什麼問題 甚至不打我覺得都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可是 現在我覺得是因為國內疫情要開始起來了 所以校園的防疫 假如你現在打下去 大概在很短的期間 也許是兩三個月內 打了第三劑之後 對Omicron的保護力可以提升到大概7成左右 第四題我要問的是 成人的第四劑呢 因為現在很多台灣 我們兩個都打三劑 對 那什麼時候打第四劑 該不該打第四劑 台灣目前是說 成人在第三劑打完了5個月後 65歲以上 或是 免疫非常低下的人群 或是住在安養機構的人 他們打第四劑 這些人可以去打第四劑 那這個是基於國際主要是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疫苗打得早 第三劑打完 已經4個月以上的老人家 然後他們去打了第四劑 然後做出了一些資料 防住院防重症的效果 可以更上一層樓 其實我補一句 那這樣不就永遠打不完嗎 應該說現在的證據是針對這些 特別老的人 特別脆弱的人 那以色列是抓60歲了 那現在各國標準不一 像英國是抓75歲 美國是50歲 那台灣目前是規定65歲 我覺得 重點就是老人家 因為老人家的抗體 那所以我們兩個要打第四劑也沒辦法 應該不用 因為我們年紀還不到 而且應該不需要 那台灣現在疫情又準備起來的時候 趕快把這個第四劑打上去 應該可以有效減少老人的重症率 可是我想強調一點 其實我們大家也很擔心 你去推第四劑 其實反而是加重大家的疫苗猶豫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 你這個疫苗就是沒有用 你就是要打 3劑打4劑 5、6、7、8劑 我要跟大家講 應該不是 我剛剛也猶豫了一下 應該不是所有 打不完 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這個第四劑 我相信應該不是 而且特別 我們現在打的都是針對原始株做的疫苗 現在都已經不是原始株 現在不是了 所以他才會 這個幾個月他的抗體效價就掉了 那最近這個莫德納BNT都在努力研究 有沒有針對Omicron的新型的次世代疫苗 那前幾天也有新的結果發表 所以我們一般人下一次打針 一般研判就是下一個秋天 進入秋冬之前 我們大概要打一個疫苗 那以後打這個新冠疫苗 可能就是每一年打一次 那每個公司大概都是朝這種方向 你猜接下來流行的病毒株是什麼 大概一年打一次 那病得有點像流感 對 甚至他們還會把它跟流感疫苗做在一起 第五題就是很多人問的 就是您是確診之後會不會有後遺症 有的人講說不要怕確診 可是聽說確診之後會有腦霧 會有很多一些後遺症 所以還是會怕 那我先要說這個英文叫做 Long COVID 就是醫學上的定義是 確診之後 120天以上 你還持續有的症狀 或是新考出來的症狀 可能是新冠造成的後遺症 所以它有各式各樣的後遺症 被報告過 那其中一個很讓大家會擔心的 叫做腦霧 英文叫Brain Fog 那就是你好像腦霧霧的 字面上的意思 腦子不好使 記憶力減退 可是你去路上 隨便抓一個中年人問 它大概都有腦霧的症狀 像我就有 我也常常會 進入40歲之後 大家都腦霧 那所以 這個其實非常難做研究 那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現在看到 這些後遺症的比例 大概都是之前的變種病毒 累積的資料 特別是最原始的 從武漢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那後來Delta Alpha都有 可是因為Omicron太新了 它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非常大型的 慢性的後遺症的追蹤資料 陸續才要出來 那我們從一些很出奇的資料看起來 因為Omicron以輕症為主 大家應該知道 對 它比較不會去廢嘛 比較沒有下呼吸道 只在上呼吸道 那通常就輕症就過去了 所以我們預期它應該是 這個後遺症的機率也會比較低 可是這個就要 時間才能告訴我們確切的答案 好 謝林醫師 最後一題就是 疫情什麼時候會結束呢 部長說7月好像就要解除邊境的管制 那就可以去日本了嗎 7月有那麼快嗎 首先要說 我覺得這個病毒不會消失 可是疫情是可能結束的 怎麼說 就是我們人類就定義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大流行 可能就是流感化了 地方疾病化了 就像很多 比方說登革熱 比方說伊波拉病毒 其實都是地方性流行疾病 它不會全世界流行了 可是每個地方 當然它還會有大大小小的流行 為什麼現在新冠還不能宣布 脫離世界大流行 是因為它還有蠻大的不確定性 它只要還有可能忽然一個變種病毒 全世界又來一波 其實這是不能掌握的嘛 所以因此WHO其實現在還是戰戰兢兢的 雖然我們一直說 Omicron其實輕症化了 可是你不要忘記 它還是有一定的致死率 特別是沒有打疫苗的人 那有打疫苗 其實也還有一部分 小部分還是會重症嘛 我們都看到了 所以雖然它輕症 可是它因為感染的人太多了 分母太大 所以它還是造成了非常多的死亡 在這一波疫情裡面 所以到底什麼時候結束 我覺得還有很大的變數 那可是我相信假如 國內如同部長或很多專家說的 我們現在開始有一個 比較大規模的感染之後 疫情又已經往下走的話 跟現在很多國家一樣 我相信我們大概會走向開放 因為你國內假如已經案例這麼多的時候 你還去擋那些境外移入幹嘛 完全沒有意義嘛 就是你之前講的 當我們台灣也已經有大量確診的時候 也就不用那麼在乎了 我們之前就是世外桃源很乾淨 我們就很怕有東西進來 阿中部長就說 假如我們抓這個一兩週內 我們每10萬人感染率都差不多 那其實就互相交流 因為你在台灣也可以感染 在日本也可以感染 你何必做那麼嚴格的境外移入管制 所以阿中這句話最近講了很多次 所以我覺得大概這件事情是 健在弦上 除非假如我們疫情嚴重到 日本不敢讓我們去 今天非常謝謝林醫師來這邊 很清楚的回答了網友的六個提問 那最後林醫師是用30秒鐘的時間 因為快要看起來要大流行了 或許一天要1萬例以上了 那你建議我們的網友們 面對現在的狀況 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 從現在開始我覺得很多事情都還在應變 比方說這個禮拜大事就是居家照護 就是全面啟動 一開始上線的時候一定有很多還做不好 比方說什麼防疫包配送不及 然後電話打不通 上網塞車 我覺得一定有很多這些東西 那可是 自主應變很重要了 你不要靠政府 或是靠誰告訴你要幹嘛 我覺得現在大家就可以做一些準備 準備一個自己的防疫包 乾糧食物 然後你也可以準備一些常備藥物 準備你家人的份 要準備什麼藥 很簡單的 因為Amicron最常見的症狀是喉嚨痛 小朋友發燒比例比較高 所以解熱症痛 什麼什麼疼的那個藥是很重要的 然後另外就是流鼻涕 你今天講完馬上就被買光了 現在可能已經買光了 咳嗽流鼻水 重要的藥 然後小朋友可能有一部分人會拉肚子 那這些藥你可以常備的 要都去藥局準備一下 應該都還很好買 那我們常在說這個 會不會配送這個 測血氧的金手指在防疫包裡 我相信假如人感染很多的時候 搞不好政府還不會給你 你自己就去準備吧 我有一個手指的血氧機 去年5月我就準備好了 所以可以超前部署 好 非常謝謝林醫師今天跟大家的說明 戒慎但是不恐懼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平安度過這次的疫情 以上就是這個禮拜的遺憾觀點 請大家訂閱我們評觀點 Youtube頻道 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我們下禮拜再見囉 掰掰